各地要提升医疗国务人管的劳动创业 国内官除了成立医疗国务人管的职业工作 也在国际协作企业基盟投一条 赞国医疗劳动人管的建设会 欣赞多医疗人管来保命参加 大家都希望投过创业的围后 可以保重过来医疗品质 另外因为这几年 环境的变化有很多人压力都很大 也能去这些进行这边 对主卫生局就有好民众 找时间自己放松一下 也够来找四种朋友来聊天 那时可以让身体困难 也可以照顾着色 很有组织的一个港会 也是全国第一个 医疗团体的港会 在第一次 欢迎关医疗 博物人员这一项港会 在市场丹荣铁的地书 在头一项 对医疗博物人员的劳动管理研讨会 就进行丁重了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 医疗劳动人权的研讨会的举办 能够让台湾 逐渐重视到医疗劳动中间的一些问题点 能够让参与医疗劳动人 他们心里头的感受能够讲出来 让政府知道 同时也唤醒社会上 大家能够继续来关心这个议题 最近这几年 医疗博物人员卓发生 过了刚做潮汐还是比攻击的事件 也应该去国家的重视 理化委员老近郊 也希望透过坚实会 进行找出问题的所在 进行改善 进一步提升医疗的品质 医疗的好朋友 大家共同来探讨 我们希望可以 定出一个很好的规判 让所有医疗的好朋友 在救到别人的过程中 有一个正常 合乎规定的这个时间 让他们的精神 让他们的开来也会更好 相对对我们的别人 也会更加借名的帮战 会议中 欢迎管理理晋荣 在书时 也希望能够来改变医疗 服务人员的劳动款式 并且占对 现代人的压力 过多提出建议 心理的健康 心理的治疗也非常的重要 但是往往为一般人所忽视了 因此我们透过今天这个记者会 要来选择心理健康的重要 心理治疗也必要成就对了 在诸多的心理治疗的方法里面 其实按摩它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 跟我们视障朋友们 大家共同来召开这个记者会 也请大家能够多多的 给我们这些视障朋友们 一个服务的机会 不管是今出劳动管理 还是改变工作环境 真的也要找时间休息一下 微信局中五条军 就建议大家 让专业的四种朋友来抓人 不然是专业 而且还可以来照顾就行 真的是一级两点 记者很真心 藏不到 都